一个有趣的事实 F117虽然打头的字母是F Fighter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能Fight 只能携带两枚炸弹它 其实算不上是一架战斗机 好 那么第一架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隐形战斗机的 又是谁呢 也许是你压根就没有听说过的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A12复仇者2 一架优雅的飞翼机 看上去有点像是B2 但其实比后者要小了很多 因为它本来应该服役的平台是航母 1988年1月13日 麦道和通用动力的一个联合团队 赢得了为海军打造这架隐形攻击机的合同 所以才会用字母A ATTACK打头嘛 不过这架飞机不但载弹量比F117更大 而且还能装下两枚AM120中程空空导弹 把目标从地面切换到空中 转换成Fighter的角色 所以它实际上才是第一架隐形战斗机嘛 当然很遗憾 这架战斗机最终是没有登上航母 由于严重操纵严重操支 到了1991年 海军毫不客气的就将这个计划给取消了 结果嘛 还惹上了官司 毕竟你已经下了800多架的订单 哪能所取消就取消呢 得要赔偿 直到2014年收购卖道后的波音和通用动力 还在向美国政府索赔2亿美元呢 也不知道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好 既然拿神秘的A12复仇者R卡了一个头 那咱今天就继续来说几架隐藏在 F22 F35和B2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隐形飞机吧 它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金组 波音 先说最早的一架 853-21安静鸟 到说最早的时候是认证的 因为它比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F117的前身慵懒 还要找上了将近15年呢 虽然它从来就没有真的要飞上天的打算啊 安静鸟从一开始呢 就是作为一架摆在雷达面前 研究如何用材料与形状来降低雷达截面的模型而打造的 从1962年一直测试到了1963年 比洛克希德的臭油工厂开始的还要早啊 因为彼时后者还没有拿到那个著名的方程式 写出突破性的回升一号计算机程序嘛 其实波音的研究呢 还是颇有成效的 只不过有点太超前了 军方完全就不理解用哪里来什么兴趣呢 所以波音就把这些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呢 自己留着 将它们应用在了后来的 AGM-86空射巡航导弹的设计上 以及更复杂的复合材料结构的开发上了 当然啊 由于它只是一个模型 所以教它是隐形飞机 难免还是有点牵强的 那好 下面咱们就来说两架是真的了 YF-118G 猛禽和X36 这两架呢 本质上都不是为了量产而生的 并且呢 都是出自于波音旗下的同一个团队 幻影工厂 严格意义上来说 是卖到的幻影工厂 只不过呢 被波音收购之后就成了波音的了嘛 和洛克希德的臭鱼工厂类似啊 幻影工厂也是专攻高度机密 高度先进的军事技术的部门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 它们中的一组工程师呢 都在围绕着一架造型独特的隐形飞机转 它就是 如果你在51区的上空看见它的话 大概率会认成是UFO的猛禽了 它样子实在是太特别了 一副不可能是地球人造出来的样子 但偏偏人家就是在空中 前前后后稳定的飞行了将近40次 验证和测试了大量的关键技术 将波音的快速圆形设计和整体结构 复合材料的生产能力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就是X36了 这是一架跟NASA合作开发的 无为引擎战斗机项目 也是指在验证 还验证什么呢? 验证没有垂尾如何照样做到灵活 今天的引擎战斗机极难瞄准 但实际上即使是使用过时的雷达 来发现和跟踪它们却并不是很困难 因为这些战斗机对性能的要求很高 像是F35、F22还有歼20这样的引擎战斗机 都配有大型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垂直尾翼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虽然不会降低它们在高频瞄准雷达面前的隐身性 但是却会增加它们暴露在低频预警雷达面前的可能性 不够完美吗? 那反过来像B2这样的引擎飞机 它就没有以上这两样东西了 所以隐身性能得到了强化 但是就别指望能有啥机动性了 那怎么才能结合一下呢? 这就是X36想要干的事情了 它使用机翼前部的压抑 分裂的负翼和推力矢量来补偿缺失的尾巴 实现了既能引也能飞 当然这架只有全尺寸大小28%的战斗机 采用的是遥控操作的 在短短25周之内实现了31次的成功飞行 每次都会有相应的技术迭代 总的飞行时长来到了15小时38分钟 它所留下来的很多资产 至今仍然笼罩在神秘当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聊的四架神秘飞机 你对哪架更感兴趣呢? 留言里面来告诉我 咱们选一架人气最高的 再来仔细的盘一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